Hello,大家好,我是桂云 我的休息时间呢 是那月30到正月初四 初五开始开工 这几天呢,我哪也不去 老老师在家休息 由于养完之后呢,还是稍微有点咳嗽 好好养一养 养完以后呢 正月初五开工 到时候呢,有时间的情况下 给大家播一播 正常来说,今年年底应该是给大家直播的 但是呢,实在是精力跟不上 这段时间大家也发现我基本上下午 两三年就收工了 实在是精力真的跟不上 我的老粉应该记得 我有一年是在正月初二开始直播的 在家里播的 有没有老粉还记得的 当时直播的时候呢,气氛非常的活跃 东西基本上都要靠巧 有记得的呢,在底下点个赞 或者是打个评论 今天呢,不想给大家分享珠宝了 就和大家唠一唠家常嘛,好不好 这几天呢,出的非常好的呢 应该是南红 中国人可能对南红这个颜色比较喜欢 南红嘛,它颜色非常喜庆 竭尽中国红 我们中国人过年都喜欢秃个吉利 所以呢,南红是出的是最好的 其次呢,女人是最爱美的 耳钉 因为冬天嘛,南方呢 基本上还不像我们北方 我们北方在屋里就可以穿这么手 但是南方是不行的 所以呢,项链和手镯他们可能都买的手 就是耳环买的是 耳环和耳钉买的是最多的 所以这段时间呢,奥北耳钉 茶金耳钉,钻石耳钉,珍珠耳钉 都是出的是非常好的 这段时间 河天玉,河天玉的鸽子带也是出的很好的 珍珠香亮这段时间也是出的很好 今天再和大家通知一下 开春以后,我们家所有的天女 花珠还有玫瑰都要稍微的往上提一提 因为珍珠今年涨价涨的字真的非常的多 我们已经接到雷布通知了 玫瑰涨价呢,基本上是在1000块钱一条 花珠基本上出的差不多的 这几天卖的也不少 这是花,这个是玫瑰 当时应该大家都知道60多条 现在应该也就上个十几条,20条了吧 收到货呢,也是非常的满意 花珠呢,买了过几条 客户收到货也是非常的满意 前几天有位新客户说 第一次在网上买这么贵重的东西 但是呢,收到货的时候呢,说 任何的毛病没有 最大的毛病就是贵 好东西嘛,肯定要贵 这点大家是理解的,对不对 年底呢,我为什么没有分享翡翠 因为翡翠都是大件的 价格都比较高 我就没怎么和大家分享翡翠 但是该入的还是入了哈 像我们家各自带啦,像我们家平安扣啦 入的都是非常好的 像这次的新货基本上 小的,我为数以理的和我为数左右的 基本上都出了 初一到初四 三十到初四这几天呢 如果有任何的收获 你们都等我出了以后开工 再和我讲哈 因为初一到 因为三十到初四 我就想好好安安心心地休息 电话基本上是在关机状态中哈 给大家带来不便 希望大家理解 也是非常感谢大家这一路的支持和照顾 我们我们二零二三 再接再厉 那我就提前给大家背个脸了 因为明后天可能视频就不给去了哈 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心想四成 拜拜 年后见